凌天本岛有一間 市市正正的四房海市警單位 剛剛收拾了裝修之餘 還可以賣公司 還送一個車位給你 不知道你會不會想呢 記住登入我的Youtube頻道 Lady Shum 審候來 按訂閱、Subscribe 然後按鈴 那你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內容了 今次要和你們介紹 就是位於凌天本岛一座的 高層健身 實用面積1249平方尺 它是四房一套 連工人套房的間隔 房大、廳大、完全市正 最重要呢 除了它這一座是樓底高之餘 還可以幫你省省稅 整間屋環迴地看到海市景、山景 都是非常開揚 而且闡光得很高 事不宜遲 和我進來一齊看看這個新裝修的單位 要和大家介紹這個A單位 一層是有六部升降機 而它是分兩邊的 今次要介紹這個A單位 在這裏 入門口的時候 經過一個圓關位 其實挺好用的 可以做很大的鞋櫃 夠了一家六至八口 沒有問題 右手邊有個廚房 稍後介紹 先看這個巨廳吧 大概有335平方尺 闊度分別是13.6呎 長度是有24.6呎 我們在窗邊看看外面的景觀 看到非常開揚的南巴勒海峽 獅子山景 奧運站的海市景 看到預金國風那邊 這個樓層 景觀很有保證 不錯吧 我們看看客廳位 這個廳樓底高度 有9.5呎 採光一樓 還有起窗位 我們先看看三個房間 近廳左手邊第一個房間 躍膜有69平方尺 闊度分別是7.7呎 長度是8.9呎 整個房間非常方正 很好用 你想放雙人床 大衣櫃 還有書桌也沒問題 廳房也換了新冷氣 旁邊這個房間 深長一點 大概有88平方尺 闊度分別是8.4呎 長度9至11呎 這間房間較幻默一點 裏面L型窗 可以看到差不多遊輪碼頭的方向 看到海嗎 哇 是傷害景 這裏 發展商很細心 還做了一個衣櫃位 大概兩尺深 這樣就可以做衣櫃做到上頂了 對面這個房間 業主原本都是用來做雜物房 衣櫃間 大概有84平方尺 同樣都是方正 先看景觀 主要都是看山市景 看到遊輪碼頭的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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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這個房間 也是有衣櫃間位 背得風差很甜心 這個房間的冷氣也是原裝的 再來我們看看下次的位置 都是發展商原油的開織間隔 保養非常新淨 最重要是油窗 這邊還有一個浴缸 放學放工回來 就可以在這裡浸浴 再來和你看對面的主人套房 這個主人套房 約會有152平方尺 主要是分兩邊 這邊的房間位 可以做到三邊或四邊 下床絕對沒有問題 還有L型窗 看到它的改景 真的很無敵 整體整間屋 都是非常環媒開揚 真的完全沒有壓力 在這裡 房間也很闊 闊度分別是3.8至11.4尺 長度是10.7至18.6尺 這邊還有D母間位 都是可以做到上頂的 究竟怎樣用呢 門的後面也可以做L型櫃 放很多衣服的 放行李箱都還可以 我們進去浴室的位置看看 真的非常貼心 淋浴浸浴的位置都有齊 而且保養得非常好 都是發展商原有的裝修間 同樣都是有窗 抽氣線的 去廚房之前 我們由另一個角度 看看這個客飯廳位 整體整間屋 彩光度是非常好 擺位絕對沒有難度 很闊 廚房位置怎樣少得 就讓我帶大家進來解構一下 這個廚房是深場佈局 完全是發展商當日的開職間隔 業主保養得非常好 雪櫃、洗衣機、煮食爐 拆油煙機都有齊 收納空間亦很多 這裏還有乾衣機 這是業主後家的 而浪衫位都可以看到海 真是厲害 這裏基本上 你想三至五個人在這裏煮飯 絕對沒有問題 Bench top 位亦很多 所以基本上你想在這裏放 飯煲、炸汁機、微波爐、焗爐 都還會有位置剩 另外和大家看另一個賣點 就是這個工人套房 我還沒計算 浴室位也有25平方尺 闊度分別是3.8尺、4.8尺 長度也有6.2尺 基本上你放一個樓架床 這樣就可以OK 而且浴室位也很闊 有窗的 這種單位在市場貨賣是非常罕有的 如果有興趣 歡迎隨時聯絡我約看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次見 拜拜